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佐 我跟老堂你来仓库这边 把这个酒枕干挑一下 昨天朋友们下单了 我们今天打包发货 还好今天那个四省 有货 要不然都没有货了 昨天剩了一点回去不够了 是啊 我要弄水一下,把脑都剪一下 咱们收到货,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跟我们客服反馈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我挑的 我也不能保证他百分百 对,咱们现在客服是改时间上班了 下午 下午到晚上 因为我们这个客服是兼职的 他上午他要去上班的 只有下午才有空的 不能请全职的了 现在起不起了 之前两个客服,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咱们这个竹笋干 泡的话,一定要泡过时间 比如说你早上,晚上要煮的话 你最迟中午你就要把它泡了 不然的话 你泡不到时间的话 它就会硬硬,你就会觉得它老 所以它不老 我们的竹笋干 你看,那么厚的一个竹笋 晒成一个纸一样 那么薄,蛮好的了 这里刚好一斤 一斤其实很多的 一斤蛮多的 咱们煮的话呢 家里四口的话呢 咱们就煮三遍就够了 放点肉去炒 不要泡太多 泡太多吃不完了 不想吃肉的话,咱们就可以做凉拌了 对 这竹笋干还要很多吃法了 像这种 剪出来,我们都留着自己吃了 这里一点点 它有一点点白的 它就会有一点老 你剪这个碎碎的来干嘛 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 还有一些是本身碎的 人家夹在里面的 不要吃啊 吃不了那么多吧 这么大一包 慢慢吃嘛 丢了也浪费 我爸吃不了那么多 还不如分点给村里面的人 你都去他们那一艘 竹笋干的 你还分给他们 他们是不得吃的呀 留着到时候再说 你怎么还穿拖鞋呢 我鞋子 没有鞋子 我那个凉鞋穿得不舒服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吊吊吊 有一个绳子吊 断了 我等一下带你去买双鞋 穿拖鞋 上山也拖鞋 这里干活也拖鞋 你给我买啊 我给你买 买双鞋我要买得起的吧 你真的要帮我买鞋吗 真的 你看天天穿这个拖鞋 人家都说你村婆了 村婆了是不是 村婆就村婆啊 买双鞋子 他说你上山了 这种就不会被那个草割到脚啊 虫子不会咬啊 也是 我之前找的全部都是山 是啊 到这家呗 这个 嗯 去看一下去 去吧 太贵的话就没必要 因为进村嘛 啊 拔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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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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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脚带了 这个太厉害了 小吗 不小 双鞋子 小都不小 要穿的双鞋子 热不热这个 这个是网的应该不热 就是要一双上山山的鞋子 不那么厚的 之前的鞋子 都是厚的 说是白的 搞羞气的 那是 看你这个脚子被咬成这样子 好看 你从这小马上放 这个 看一下有没有脱胶 没有脱胶 你穿过我的鞋子你就知道 我那二十年老店 看你是 二十年老店 没能吃 你看我的 银果是一百多的很便宜 现在是轻货价不能便宜 真的 活力多小 春晚会称款 打个折 打不了了 现在都打折号了 大甩卖的折 你看 买两双能不能打折的 就是了 九十九了 两双的是九十九 两双九十九 不是一双九十九 两双也是九十九 都有一双九十九的价 好看吗 还可以只要看好好串 好看也好串 好看也好串 好行就可以了 我帮你打个折 打个折 打个折 都是你看我的 我说实话 我说这么多 你看我的门口 写上什么字 两双便宜一点 就是这个价 如果是不便宜的 我们是支总家的 你支双也是支总家的 现在都打完四十多块了 你以为啊 打不了吗 现在轻货就给你打不了了 可以啊 七万就得了 这个好看啊 你试一下 这个 你看这个价格 试一下吗 它不是怎么打折吗 我这个还能穿的呀 是不是 这个你看它都没掉 我们一套鞋子好精确的 你穿上我自己的鞋 还可以啊 要吗 我们的老店 是吧 这个颜色好看 耐脏 底要好 它厚一点 它们吸血进去嘛 到时候吸血进去 就给给给 我们的鞋子 你百分之百二你的放鞋 我这个还能穿的呀 先这个根断了 然后到时候再考虑吧 它可以的 叫他买了不买 你那个凉鞋 我真的觉得你该换了 因为你每次 你上次买那个凉鞋 味道好重啊 你看你放在车上面开车用 整个车都是你那个鞋子的味道 我哪知道他那个鞋子 他会吸血进去 画一双嘛 刚刚那时候我觉得挺好看的 它贵了 它不是打折吗 打折也贵 我之前买那对凉鞋 49块钱 那你这样说 它是牛皮的 你这样说我买这个 我就觉得有负罪感了 没有有啥负罪感 那你自己都舍不得买 你买给我 你是买布鞋 又不是买凉鞋 凉鞋就那两块布料 你就去看一下换一双 真的味道太重了 现在说的都是那个味道 那我还不如装布鞋还好一点 那你上次把布鞋放车上 不要放凉鞋在车上 我们现在回去了 今天晚上包饺子吃 买了饺子皮